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现回来 接下来请收看《国学问答》 请问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处理心是不是要有100%还是只要有信念 然后发护体心 好 我跟你讲 几%我不管 但是你的怨心不能够被你对于世间的贪恋 一定要强过世间的贪恋 懂吗 比如说这样讲 法师你手上念珠那么漂亮给我 他不一定给我 但临终的时候他觉得这些生外之物 他懂 他只是觉得这刹那之间我觉得还有点不舍 但他真要往生了 我正念可以提起 你要能保证这样 有没有这种人有啦 还是有 但平常你就不能太小心眼儿 你就不能小小一个事情 你就惹了你伤心生气两天 那你这人晚了 你调不回来 你懂吗 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说 想往生 得人家都放下 我干嘛 你马上跑光光 你哪有放下呀 谁那么容易放下呀 对不对 要真放下 我不管你 你人不用放下 钱给我放下 我在盖庙缺钱 你钱给我放下 你要去哪儿 谁你去 不能啊 你还靠他生活呀 还有儿女呀 还有事业呀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就说你了 你看你没放下 好 所以你不能往生 那还能往生吗 那这样还能念佛吗 谁要念佛啊 非得要百分之百 对不对 所以是临终 最起码要临终 但你平常要练习呀 我跟你化缘的时候 你钱要拿得出来呀 你把老拿不出来 你都不练习 你都不练习供养 不练习私舍 你都硬邦邦的 将来啊 临终的时候 你看那个儿子不孝顺 结果他是大儿子 分你最大部分的钱 你光气你就气到 去撞墙还想往生呢 有没有 真的有这样子 我们这儿有那个大富翁 写遗嘱啊 给大儿子什么 给小儿子什么了 三个儿子跳开 不给 恨 死都才在恨 结果他去告 他去法律院告 儿子告赢了 老爸在 已经死掉在棺材里了 不能跳出来告了 我说我常讲 台湾这个法律一定要改 这叫做特留份 他说要保护 保护亲属的什么呢 财务权利 也就是爸爸 说要把钱 全部捐给万佛寺 不可以 如果有太太出来 拿一半 拿四分之一 还活着 他主张 他就可以拿四分之一 儿子跳出来 说我也要四分之一 所有儿子合起来 也可以分四分之一 结果他真正能处分 一半而已 不是死人为大吗 死人说了不是算数吗 不算你 第二 他用遗嘱 法院公正的遗嘱呢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一个儒家社会 儒家社会是血缘至上 血缘至上意思是什么样 亲妻也有一份权利 可以分你的钱 懂不懂 懂什么意思 所以你的钱财 不是都你的 分给四分之一给儿女 真的 我没骗你 常常搞的家属兄弟在那吵 就是在吵这个 遗嘱都是在我 醒着的状态底下 所立的 还法院公正 不然公正假的 我们可以要求说 在公正的过程当中 需要儿女也有一个意义上的阅读 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种文化是什么文化 就是你爸爸赚 爸爸赚的钱 理当分给儿女 不分 我国家替你分了 这样懂吗 我知道我问过 好像我们大陆不是这样 大陆走比较 比较一刀切 跟西方一样 你看西方有这样子 一个老太太 所有的钱财 通通不给儿女 给他家那只狗 结果就要弄一个狗 狗基金会 来养这只狗 那谁 好了谁 好了那参加基金会的人 都可以写高薪 你懂吗 领高薪 来养这只狗 有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极端保护个人钱财 人家大陆呢 虽然讲的是 早期讲的是共产主义 现在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他在讲法律还蛮好的 蛮好的 他是完全相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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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嘱 是完全 是有居士跟我这样讲 但还可以再查 是这样 他是跟我这么讲的 这样台湾他就不是了 所以说这样子你会恨 你知道吗 你临死还是会恨 有没有可能 有了 怎么没可能 对不对 我不知道新加坡是怎样 你们不知道 要不然现在 应该是 还是在有讲这个事情 现在注重这个事情 蛮 不然以前是怎样 我不知道新加坡 蛮 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分过家产的 是情况是怎样 写过遗嘱的情况是怎样 蛮 都不知道 你看看 你们都不知道 都没准备死 哎呀 蛮 哎呦 讲得这么容易 你看看 这就是这样子的 说说容易 临终就是会现前 所以要弄清楚 活着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不然真的会反悔 一反悔就麻烦 光在想 那个就不想往生 气呀 恨呀 不平啊 我的钱干嘛给你 我的钱干嘛给谁 恨 懂不懂 你现在想一想 如果你的钱 给了谁 你是不是很受不了的 那就是你的死穴 那小心 或者你很不想看到他 你听到他的名字 你就抓头发 垂胸 你生命中有没有这种人 你要真有 你就完了 那我告诉你 临终那个人会跑出来 会假装好意 好意说某人啊 我来帮你助念 你会气死 什么时候不出来 这个时候出来 你假装来搞我了 那时候你又讲不出话来 你已经快死了 你又没有气力骂他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活活被气死 你根本就没显念佛 所以说很小心 所以说他信愿 到底是完全放下 是没放下 我要说完全放下 你修不来 对不对 我要说你要能放下 懂吗 我不能说你现在要全放 但是放越多越好 绝对是越多越好 你懂吗 绝对是越多 有一个男生 他念佛念得不错 在家人 他说师父我完了 他说怎样 他说有一次啊 他老婆啊 的手机 不小心没有锁码 他就好奇就滑 这一滑 两眼发直 喉咙撑起来 完全 上水中山抖动不停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很暧昧的语言 传过来 然后那相片又是帅哥 是这样 然后他就 哦 他太太不过是下面 去外面买个菜而已 忘了带那个 整个 就 甚至于已经准备去拿菜刀了这样 是这样 不是割别人 是要割他自己 是这样 然后他太太回来了 他忍着忍着 然后喉咙锁紧 不能呼吸 他告诉我 是不是这样 然后说我就很精彩 后来咧 我就很精彩的问他 那后来咧 后来 叔叔你不要笑我 没关系 我不会笑 如果我笑的话 尽量笑小声一点 就是这样 他说那是他的外甥 现在年轻人都怎么样 他讲我爱你 亲一个都写那个 你懂吗 然后又弄一个帅哥照在那里 帅哥是那外面的随便download下来的相片 是这样 然后他又认不得 因为他那个外甥他认得 就二十多岁 这样 他太太是四十多 是这样子 也不算老夫老妻 但是正是怎么样 还还在还在 我在笑他 哎呦呀 这是四十多的人了 还浓情蜜意 我正在故意说他 他说叔叔你不要这样讲嘛 你也是老婆 我说老婆你念佛 你看你要到处 你要念佛前给你看到这个手机 你看 你不用念啦 也不用住啦 你直接下 不要说下地狱啦 你直接做恶鬼去了 不是 做什么鬼 报仇 你看完蛋 就这样 所以夫妻你不要以为他在那里 你觉得OK 你懂意思吗 去买菜啊什么的吵架 OK 但突然间 啊 啊 我要戴绿帽了 哇 我好恨啦 你看 完全 阿弥陀佛摆一边 你懂意思吗 绿帽摆中间 那是男人的死穴啊 女人也是啊 我们还有一个老太太 正在打佛妻啊 她跟我讲 她的外甥 说什么还一阵二旗 我就开始哭了 在佛妻当中呢 我说你神经啊 我就骂她 念佛谁不会死啊 那何况她又没念佛 她的还一阵二旗 你觉得不然应该谁二旗啊 不要你外甥应该是谁 她就问我 为什么是我外甥 我说不然你认为应该谁 谁应该二旗 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呢 你个年纪这么大了 念佛了还念成这个样子 你就帮她回向咩 何况还不是你女儿 我还以为是你女儿 你说紧张一下下还好 你外甥女 什么时候好成这个样子了 要是这样子的话 你这念佛念了第七天 你也念了白费了 我都骂一顿 你这孩子还跟我顶嘴 你说你怎么这样讲 我还这样讲 我这样讲便宜你了 临死你要搞成这样 我都很难看 我都不帮你祝孽了 我告诉你 祝孽没用啊 失效 对不对 失效了 那我还坏了我的品牌 帮人家祝孽没往生 了解你看很可怕的 懂意思吧 所以我说应该百分之百放下 你们一定弄不来 但非得要知道 障碍你往生的 非放下不可 到底是带业往生 还是消业往生 既是带业也是消业 带的是什么业 带的是不障碍你往生的业 消业是消什么业 消是消 障碍你现前往生的业 一定要消 懂不懂 懂不懂 你那个从来不想看到的人 临终出现了 本来还表现得温文尔雅 想要往生 结果完全坏了形象 两眼直凸 大眼嘴巴合不容 使然让两眼发黑 你看 我帮你助力啊 助力很难看 完全坏了 坏了阿弥陀佛形象 就是被你搞渣了 你放不下 所以到底要放下多少% 很难说 但是你一定要放得下 放下你那会障碍你的 所以你心中你要想 有什么东西你是非他不可的 赶快交来给师傅 你懂吗 赶快交出去 你很惨 要注意 按照英光老法这个解释呢 原教明字位 六级佛的明字位 就可以大开圆结 也就是把人辅返到的东西 对不对 是的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念佛了 那念佛比如说功夫成片 算不算 跟这个功夫成片 跟禅宗子破本叉 是不是一回事情 一个境界呢 不好说 不好说是一个境界 何以故呢 一开始 禅宗的破本参呢 他已经对于自己本身 无名壳啊 已经打开了 换句话说 不是说无名没有 而是说他懂 他已经知道 穿过无名 望到月影 可以这样讲 那念佛人是不是 功夫成片能这样 因为他目的不在哪里 目的在怎么样 目的在于信心坚固不动摇 那个信心坚固 或是对阿弥陀佛的求生极乐 对他能往生极乐 这件事情的不动摇 不在于他观察他自己的能念之心 到底是与佛的距离 或者是不是极佛 那个目的不同 那问题来了 那 有没有可能一样 有 天智者大 不要讲谁 讲偶族好了 偶族他就讲到 他说尽可开悟 退可决定往生 他在讲这个事 也就是功夫成片 我们来描述他是这样子的 什么叫功夫 就是念佛心不乱的这样子叫功夫 那这什么叫成片呢 成片 只能够说他在作意当中 作意我想要让念佛相续 而他就能相续 在我自己的看法 这不敢说别人怎么解释 我自己的看法是 这还有一个我要让念佛成片 我们的台湾的那个 这个 广青老而上 他说 他说他在这个清元山 就是那个什么 陈天禅寺 那个福建的那个陈天禅寺 那个陈天禅寺 后面叫清元山 那里呢 虎洞里头念佛 三年之后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去做 继续回去做香灯 然后他失误就去 故意偷钱 把钱偷走了 然后 暗示着说是他偷的这样 他一个月当中 人家对他眼光很 很不好这样 人家徒弟就问他 他在台湾嘛 徒弟就问他说 那你老人家那个时候 你有什么想法 说没有啊 为什么 他说是不是你怎么样观察 然后 消业障什么 他说都不是 他说 当年他下来的时候呢 失误一句话而已啊 很好 继续回去干你的香灯 没什么话说 也没让他 也没问他功夫怎么样 那就是 烤功夫就在他 让他去做香灯 那一刹那 就在那一刹那 让他去做香灯的时候 他只是放风声呢 或者是干怎么样 说他偷钱 那么就是一个月当中 过后呢 他失误看起来很棒 转成上人就跟他就 吃饭的时候就公开讲说 主委 到今天为止 不要再怀疑 这个广青了 这个谁了 他呢 根本没偷钱 钱在我口袋里 是我呢 如是这般 是他功夫的 那他就 他就没事了 那这个故事 后来在台湾的时候 弟子们问他说 你老人家 那个月怎么过的 你注意听了 下面才是重点 他说没有啊 我根本不知道这种事啊 他说怎样 他说我回来三个月当中 看的听的想的吃的 每一顿饭都是阿弥陀佛啊 我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对我怎样啊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我们来看 那个是功夫成片往下一个 任运成片 还不是功夫了 已经不需要功夫了 那是任运 但他没有说那叫开悟哦 他没有这样讲 没有这样讲 他不是这样讲 念佛可不可以开悟 我主张可以 但要看人 念佛是一个方法 方法背后用心怎样 还是不一样 像大家都会开车啊 有人开的心烦气躁啊 有人开的很优雅啊 那是不一样的呀 是不是这样子啊 煮菜也是啊 对不对 那是不同的 所以他老人家是念佛得利益 是念佛得利益 但是在那件事情上他没有这样讲 他说那是因为 误入到一个程度之后 心自然不动 然后最后在三个月当中 所见所闻 都能够让这个佛号任运起来 注意哦 任运起来的时候 你那个佛性在作用 不是你的烦恼性在作用 才能任运 任运了大家听得懂吗 任运 但功夫成片带着一个小小的念头 我要让念佛号成片 这跟广青和尚完全不同了 他已经任运了 连那个功夫都已经没有了 能念之心已经没有了 功夫成片完全还有个能念之心 那所以这个还在 还好远 所以 连到这个程度来 老和尚都没说那是开悟状态 但是我相信到这个状态 有开悟的可能了 怎么说呢 如果这个时候反内观 能念之心不可得 所念之佛不可得 于不可得中 有得与不可得 皆不可说的 内一刹那的实相 你要知道 念佛如果不可得 求生极乐 要怎么求生极乐 你不能说死他 你不能把观念说死成 那个是断念不可得 那个那种不可得 这只是语言当中不好说到 那么白而已 你不能把断灭剑去 把不可得当断灭剑 你不可以 能念之心不可得 你也不能做断灭剑 那叫做断剑 自得大师常常讲 那一定要离断肠二剑 通跟色 这就是色 长在那里 不可以 那么讲不可得 是因为平常众生都在念佛可得 这样了解吗 包括功夫也可得 所以功夫成片 我有写一个 还没有功夫 一般人看不到 看不到 我自己写 我很早以来 我把这样念佛 自己念佛这些概念 这些体悟 我把它写成六个阶段 功夫成片 事实上是第二个阶段 那只是一个准备功夫而已 我是定义它这样 因为有个功夫概念在那里 往下还有一个是 我们广青和尚显现的那个概念 三个月中自然任运 那么如果它继续保任下去 那境界会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可是 它的语言当中 没有说 可惜 重点在这里 它没有说可惜 听懂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说可惜 我前 我昨天才听到 老人家是 承认 它有神通的 但是从来没真正讲过 书 文字都没有 那是谁 是它的试者 有一次 因为台湾的政商名流都来找他 都来找他 包括蒋 金 国 当年要去美国的时候 人家放言 台独分子放言说要把他炸死 然后这个话听起来就很不愉快 那时候美国也一直给他警告说 你自己也要小心 我们会尽量准备 这样 美国也搞不清楚到底情况会怎样 结果呢 广青老上真的 他真的去问广青老上 广青老给他四个字 有惊无险 这样 他就很高兴 就去 果然 真的车子被撞 真的爆炸 他手受伤 真的无险 回来他就给他一个扁 送他一个扁 还有呢 像菲律宾总统 然后呢 在开发经济啦 挖石油啦 那石油哪里有油 哪里没有油啊 已经花了几 几 几 亿元的 那个美金了 还失败 那国家快要那个受不了了 结果 菲律宾总统透过人来问 这样子 这都是他的弟子们讲的 那外在都不知道 那他弟子后来呢 就看他这么忙 就讲了一句话 师父啊 你干嘛 要献神通啊 你看这么烦 这些人 最后不过就送你一个感谢状而已 也没什么好处 他那徒弟比较买卖型的概念 他就这样讲 你知道 你知道 你老师怎么回答 这才是重点 因为他老人家原急了 我公开讲这话没事啦 你懂意思吗 如果他还在 我就不能讲这种话 他们明天马上怎么样 马上一堆人坐游览车去堵他了 对不对 他像原急了 他没有传人 他这个功夫也没有人传人 至少我们木杰不知道 所以OK的 你知道他怎么讲 又不是我讲 有人在外面乱讲 我怎么办法 换句话说他成人 你懂吗 那是他自己的近似弟子 所以很清楚 很清楚 他反而满月老儿上说 你都不要讲 才会这么麻烦 这样懂吗 好了 他念佛三个月都不动心 他都不承认说那是开悟 所以我讲我的不算 我讲他的才算 这样 他都不承认 他其实是先得利益 他才有那个相续 这样听懂吗 已经得利益了 他才有那个相续 所以他来台湾是已经 很清楚的知道 他不动 那怎么个不动法呢 我在讲 我做燦工的侍者 常常没三天两头 燦工就跟我讲说 我们要去 赶快去看老和尚 就广心老和尚 什么原因 他说他要入面 我们去求他不要入面 他要入面 他就用说的 你懂吗 用说的 那他徒弟就紧张 那紧张就打电话过来 给蔡云老和尚 蔡云老和尚跟他很好 砰砰砰砰砰砰就去求他 求他就说 讲条件 你就要不要入面 讲条件 讲条件就什么条件 就是你来帮我主持佛妻 我就再撑三年 是不是这样 常常就再撑三年 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这样 有一次呢 我出家前一年 蔡云老和尚就跟我讲 不好 我说又怎样了 老和尚说 他不想留涉例子 不想留全身涉例 他要分成涉例子 因为他徒弟太多 到时候那个砍手 那个砍脚 这样也不好看 这样 所以不留全身涉例 他要分各种涉例 不是这样子 这都没有对外公开讲 所以对他来讲 他往原集之后 要弄成什么样 他都是一选 所以情况是 他那个念佛一心不乱的 那个三个月相续 应该是念佛功夫 一点没问题 那么那样子呢 应该不是功夫成片 是任运成片 我给他一个名字 是任运 才算数 那么到底这是果 还是因 已经是果了 已经是果了 他在深山里已经得利益了 那到底误入怎样 我们不清楚 那么再来导过来说 老和尚他说 动静之间都念佛 只要念念相续 悟静自然念前 这个说法 悟静自然现前 这个说法呢 跟什么 跟这个 偶艺大师说的一样 偶艺大师这样讲 他说 事念一心不乱的时候 但是从天台的讲法讲 事一心不乱的时候 是有能念之心 有所念之佛 也知道念念即佛 这叫做事念 事项上念 有个我念佛 或者是佛号在那里 或者是像广青老上那里 这都属于事念佛 事项上念佛 但是你念佛就不同了 你念佛是决性念念现前 佛号不佛号 对他来讲是相应法 也就是说 我还知道极乐世界 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呢 早日回路娑婆 这个时候我还是求生极乐 我觉得罗汉可不可以求生极乐 可以 你已经误入了 那当然超过罗汉 是菩萨 那当然我也求生极乐 就在华言经讲的倒归极乐 那种是已经误入了 那么是一个念头说我要去 这样而已 但即便是这样 如果还在阴地上 还不那么扎实 果还不那么扎实的话 那么他的阴地上 他还是怎么样 他会起念佛之心 所以这个时候 念念极佛 念念念佛 然后经上 这就是观无量寿经上的经意 就这样出现 所以从这个经意上来说 天台一贯的看法是 那就是念佛误入实相 所谓的 似心念佛 似心作佛 是误入实相 那么 所以还应该在功夫成变的后面 还不是在功夫成变上 功夫成变应该还 应该好 比较好定义在 事项上的念佛 但他是一个入手 我们念佛人 无论只是求生西方 不悟 不悟佛性 还是想要悟佛性 又能往生西方 这样子都要经历过 功夫成变这个阶段 所以佛七很重要 我们这里一年打三次佛七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有他想法的 了解意思吗 这给你参考 不敢说我说的一定对 但是给你参考 是这样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扑名台湾救狗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